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现得更杰出 这是国内升障才艺奖中 奖金最高的比赛 总奖金高达100万 而且得奖之后还有展演的舞台 除了安排到校园全台巡回之外 若有其他演出的机会 主办单位也会是情况补助 像张燕淳他就正在积极在安排到华沙去表演 那我们在这部分我们也很愿意 对这样有特殊的这个才艺能够在国外 这个很重要的场合去表演的 那我们会着于补助 今年迈入第五届要走向更多元 鼓励更多不同才艺的身杖朋友站出来 除了绘画摄影 以前不开放的藤鞭木雕陶艺等作品 这一次也能够参赛 另外会唱歌跳舞的身杖朋友也不要害羞 不管任何形式都可以报名 希望透过这一次活动 挖掘更多身杖者超越障碍 与挑战自我的生命故事 记者陈秀玲秋福才台北报道 立法院才刚刚三读通过 要对阻挡救护车的驾驶 调扣驾照 而在法规正式上路前的空窗旗 又有民众开车不让道 高雄市一名脸部严重烫伤的男子 在送医途中遇上了一辆休旅车挡路 虽然这部车是停下来等红灯 但是附近很明显的 还有可以挪动的空间 而救护车也三度按喇叭 希望它能够让开 但是驾驶就是不动 让救护车等了40秒 警方看到了这段画面 也忍不住批评驾驶太遏职 要主动查办 但是这名驾驶也有话说 他认为自己只是不愿意闯红灯 哪里做错了 救护车一路开得很急 要把这名脸部还包着 湿毛巾的烫伤男子 转送烧烫伤中心急救 没想到原本一路畅通 才转个弯 前面这辆白色休旅车就挡住去路 当时是红灯 但休旅车前面的机车停等区 以及右侧的车道 都有空间可以让它避开 但救护车按了三次长声的喇叭 这辆休旅车还是动也不动 救护车的行车记录器 录下的画面 还可以看到车内的救护员和家属 都心急如焚 不停探头张望 家属也说 当时几乎要下车找休旅车驾驶理论 最后足足等了四十秒 休旅车在绿灯以后才开始前进 但依然维持原本的车道 救护车只好从左侧车道超车 看到这段画面警方也说这名驾驶太恶劣 驾驶则澄清说 他当时不愿闯红灯 不认为自己有错 大家都停在那边红灯嘛 你叫我闯红灯喔 反正我没有错啦 那个对方确实是遏止 确实有病患 而且他确实是紧急任务的时候 一定要让他先行 而且即使闯越红灯 我们都还可以提出申诉 然后把他减免掉 警方表示还是会找当事人来说明 并处理罚款 但日前才三读通过的道路交通管理 处罚条例修正案 因为还没有公告上路 这次只能够罚驾驶600到1800元 也没有办法掉扣驾照三个月 记者王级村蔡明校高雄报导 这两年各地法院判决了好几起 校园性侵案件国赔案 而这些案件的共同点 都是学校在第一时间没有通报 但是在国家赔偿之后呢 问题解决了吗 昨天有一场研讨会 学者专家建议 第一线的教育行政人员 应该要进行再教育 四年前台中谢信国小老师 性侵四名男同案 最后男老师被判19年6个月确定 受害家长提出国赔 台中高分院今年2月份 判决男老师校方跟市府 要连带赔偿1600万元 时间再往前推 去年5月 华联县某国小男老师 连续性侵学童案 终于在县长复昆其同意下 完成国赔程序 这些案件共通点就是学校知情不报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 华联这起案件 加害老师还经历了两任校长 如果你这个校长 你早就知道了 你们马上通报 解聘老师 然后让老师离开这个教育界 不会有其他受害者 但是因为他们 并没有做这样的动作 虽然当事人获得补偿 但国赔之后呢 要如何预防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整本教育基金会找来专家学者 及教育第一线人员 举办这场研讨会 有学者证为 教育体系当中部分行政人员 还存在着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的心态 最要不得 俨然还有一些人 他跟这个世界脱节的 对保护这个受教者的权利 还不清楚 那我们其实主要要针对 我们希望这些人 恐怕要考虑 要么再教育 要么要离出 离开教育现场 陈慧欣也认为 未来在校长及学校行政人员 养成及培育上 应该再教育 整本教育基金会则说 对于不通报的校长 如何惩处 应该在法律当中明定出来 因为没有能力 保障学生的老师 或教育行政人员 就不适合留在教育体系 记者群资许正俊 台北报导 动动双手 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陈连桥 今天我们要来学 跟生活有关的手语 选择合适的枕头 可以提升睡眠品质 手语的结构是 枕头 选择 适合 帮我 睡 舒爽 在头的旁边 双手模拟出枕头的形状 微微往下压 代表油软的样子 这就是手语枕头的笔法 选择合适的枕头 可以提升睡眠品质